此夫梦殿两营徒 乃周晋王四十一年 鲁埃公十六年 西元前四七九年 孔子年七十三岁 一次夜梦坐垫于两营之间 之为江王的征兆 过世前七天 子贡特来探病 孔子正组着拐杖 在大门口唱歌 歌词的意思是 泰山难道要崩倒了吗 梁木难道要毁坏了吗 贤字的人难道要凋零了吗 孔子见了他便说 是啊 你为什么来得这么迟呢 并说 从前下朝人死了 把棺木停放在大唐的东街上边 如以主人之理来对待他 周朝人是把棺木停放在西街上 如以克里来对待他 阴朝人是将棺木停放在大唐两柱之间 受人拜殿 此梦或是做王侯 或是将死的预兆 可是现在没有贤命的天子 天下谁来朝中于我呢 大概是我要死吧 之后孔子卧病七日而末 足于下四月急仇日 途中所事即是孔子当门而歌 学生子贡前来探病 拱手座礼问候老师 只供听了老师这歌词便探道 泰山他的 我还有什么可以景仰呢 乌凉坏的 我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栖息呢 圣泽过世 我还有什么可以效法安住呢 令人不胜感伤 老师 就是老师 你 别人